好 来看到金普聪呢 在昨天整个好友谊的 晋办召开记者会 他要担任好友谊晋办的执行长 他说这个晋办最需要的是 一位球队老板能够强力的提供资源 而这个人就是朱立伦 所以朱立伦他的这个身份 也已经被重设了 不是总教练 而是球队老板 所以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换句话说 意思你朱立伦只要帮忙去找钱 找粮草就可以了 是不是 所以这个金普聪一加入了这个晋办之后 其实你可以发现 他当然会接下来会有很多的 不管是化学作用一些效应出来了 还有他的动作也越来越多了 包括了切割党中央就是第一个吧 是吗 可以这样解读吗 梁哥 我昨天还有另外一个消息 就是陈国军 他也即将晋办 陈国军 就从蒋万安过去 对 蒋万弹队过去 蒋万的选举坦白讲他是最后的功臣 因为据我了解陈国军还有许晓星一些人 最后大概两个月吧 帮蒋万操盘 那蒋万配合度非常高 那几乎是过目不忘人 蒋万记力非常好 那他都愿意配合 然后包括那个电视辩论 有打到了几题 刚好是他准备到的 一字不漏 非常厉害 对 因为巧钦私下有跟我讲 对对对对 说之前我集训十天 那个巧钦说他有时候还忙到半夜三点 对对对 所以我觉得陈国军广义上 以前也是帮朱立伦的啦 是啊 以前就是啊 所以我觉得 基本上你也很难说没有朱立伦的人 侯友宜的团队有一些也是朱立伦的人 所以 不过大概就是金卜冲来操刀了当执行长啊 我觉得昨天这个阵仗摆出来啊 侯友宜7月23号提名应该是稳住了啦 换猴不可能 我认为不可能 因为连当年的最大受害人红秀柱都讲嘛 说不要再倒换数2.0嘛 对不对 所以我认为这个盘大概是 确定就是他了啦 那昨天我认为也有另外一个效应 就是郭台铭会降温啦 因为国民党坦白说你都上桌了 就是郭台铭闹不太起来了 空间越来越小了 比较难 除非民进党帮他连署啦 应该会吧 会啦 会啦 会帮他啦 可是那个玩起来就不热啦 因为你总不能只连署28万嘛 你当然希望连署50万嘛 气势如虹 对嘛 不然你凭什么去跟柯文哲谈 你如果没有一定的气势 我坦白讲你现在要跟柯文哲谈的话 你要连署到100万啦 不然柯文哲谈会理你啊 对不对 人家柯P现在 柯P现在名调是第二喔 对不对 我一直余光看到量 可以一直转过来 不过我跟你讲啊 就是 其实我跟你讲那个 因为人家要验收的啦 就是金普通通他真的是 很厉害的竞选的战略家 这个我也同意 那马英九的两个市长 两次的总统都是他操盘的 那包括一次县市长 也是他操盘的 全胜 有 听说台面上就五连胜 那还有很多是台面下的一些 背后操盗的 全胜 那所以大家我觉得 柯文哲也是很聪明 因为他知道723 人家就要看民调了嘛 如果侯友宜在723 民调没有明显起色 那你认为人家会怎么看 对不对 所以柯文哲一定也会在这段时间 做一些努力啊 对不对 那据我了解啦 就是7月2号不是 台北市长部要办那个见面会吗 不是帮侯友宜的 柯文哲董事长开讲见面会 第一场就7月9号 那第二场7月16 黄国昌跟馆长不是要上坎道吗 那他标举两大议题 司法正义跟居住正义 这两个议题都是柯皮德议题 所以我认为柯皮一定会去 那侯友宜就有点尴尬 你知道吧 因为新北市房地产业者蛮多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两个议题 只是侯友宜有特征组的议题 就是他如果够勇敢他就去啦 你觉得他应该要去吧 当然要去 这些落后的人当然要去 你只要是有群众的场 不过据我的判断 那一场出来游行的人 可能很多都是偏柯皮的 应该是 对不对 所以我的意思说你看 一个7月9号 一个7月16号 那你7月23全代会就要提名了 那台湾好事者一大堆啊 所以7月15左右 我认为一定会 我们还会看到三到四家民调 那那个时候就是 就是你这个就是要一关一关过啦 就是你明显身是要往上拉嘛 那金小道来了 不 我知道 所以人家要验收嘛 就是大家会看嘛 说金小道来了 那经过三个礼拜了 有没有起色啊 对不对 就是比如说这个 因为看到他的竞选队伍 还没有讲到汉廷的名字嘛 对不对 那你刚刚有亮出这个 可能第二波第三波 你刚有亮出许晓星跟钟沛军啊 还没有但是我觉得应该要了吧 不是许晓星自己要选啊 他比较难啊 因为他要选 钟沛军当然很适合啦 我的意思就是 他因为金普冲 他的节奏会蛮快的 这个金普冲是快很准有名的啦 他会节奏蛮快的 而且他以前帮马英九 还自己做民调 所以他会知道哪一些地方 他该用力什么什么的 我昨天就 我昨天也看到那个媒体 引用我讲的话啦 对 就说好像就在你这里讲的嘛 就是金普冲就是个导演 是 加制片 那人家会写脚本嘛 那分镜嘛 还有整个情节的铺牌嘛 那侯友宜要全面配合这样 那 昨天侯正寅也 把那个新闻贴给我啦 说你讲得很对啦 他说他一定会全力以赴这样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他的 脱胎换骨的演出啊 对不对 那 我只是把这几个时间提醒他 就是 柯文哲是聪明人 所以人家7月9号有见面会第一次 7月16号有凯道的游行 所以他是连续造势的 所以你要知道 他也想维持他的第二名啊 然后要往上追赖清德啊 这是必然的嘛 大家都想赢嘛 所以我认为 昨天我也看到蔡振元 好像也在你这边讲了 他说柯文哲就是厉害啊 每天都有题目打赖清德啊 打到民调不会掉下来啊 那我就 因为后来媒体也登出他那个说法 对 那我就把那篇文章 丢给蔡委员啊 然后下面加一句话说 谁叫你们要提一个勾益啦 然后蔡振元一脸无賴壮这样 就是你要改变战法啦 柯文哲这种灵活的鲨鱼的咬法 让赖清德这个烦不起烦 真的是有得分嘛 而且我认为柯P会越来越 向中间偏绿 因为他要抢赖的票 因为国民党这边会越来越巩固嘛 对 所以坦白讲柯要再来抢 侯阵营的票不容易了 对 因为侯已经够低了 所以接下来只是 人家把你的蓝的要拉回来 那反而他要去赖那边把他拉下来 所以我认为他会越来越是 中间偏绿这样 所以两个各有招数啦 我们就看未来一两个礼拜 看有什么变化这样 再来 再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